哈喽,大家好,我是瑞士山里娃 然后出发去葡萄牙的布尔图 20分钟又登机了 坐的是Easy站的直飞布尔图 从瑞士内瓦到布尔图 差不多两个小时15分钟 待会儿我们就布尔图见啦 我也说这家航空公司 是廉价航空当中的我的最爱 最喜欢这家 飞的地方又多 而且特别好 超nice 第一集想哈 大夫马上起飞了 然后去外国 很激动 来到我们家的班线有缘 富尔图 富尔图 正在等行李 从机场租完车后 就迫不及待的前往我们租住的公寓了 路上还碰上了叮当车 我们租的这个公寓真的是物超所值 然后他带一个这样的餐厅 看我买了这么多吃的 然后这是客厅 这是厨房 厨房非常现代化的厨房 然后什么都有洗碗机 然后还有冰箱都配好了的 冰水的机子 然后还有咖啡机 他们还有送这么多胶囊 看到吗 然后还有都有smack的壶什么的 全都配好了的 然后我们开冰箱 你看他酒店还送了一瓶 波特酒 因为我们正好在波尔图 送了一瓶盐分波特酒 送了一瓶 房间也特别好 这个客厅 它是一个小别墅 这有一个公用的卫生间 然后这是沙发区 外面就是海景 nice 漂亮亮 它这是一个双床间 然后 然后也是海景 并且有个阳台 可以出去 这里面是浴室 可以看到一个浴室 还有一个室外的浴室 淋浴 然后这是露台 直接就是 看海鲜 这是葡萄牙的沃尔图的大市场 里面各种餐厅 然后如果缺吃的 可以来这找找吃什么 很棒很棒 我们就准备中午在这吃了 这是火海鲜市场里的 各种各样 哇 我们晚上吃海鲜 所以现在中午就不吃海鲜了 煲乳猪已经上火了 然后这个特别棒 这是烤的蘑菇 葡萄牙火腿和蘑菇 还有还有这个 你看特别好的蛋 鹌鹑蛋 然后还有这个 是番茄味的 然后点的烤鲜鱼 还有这个 就是当地就闻着这个 这是一个葡萄牙本地的一个特色菜啊 干杯 干杯 好吃吗 我真是海边 这是不一样 好吃 现在是不是有一种度假的感觉了 嗯 假期开始了哈 假期开始了 我这个好大 烤乳猪啊 咬一口芝芝麻油耶 然后这是那个烤乳猪的料 就是非常当地非常有名的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嗯 下来吧 白椒里嫩太好吃了 哎 它这皮很焦很焦 展示一下 哇 馋不馋 实话 这在欧洲啊 这葡萄牙的物价啊 哇塞 震惊 俩字 便宜 做的而且非常精良 还便宜 谢谢 谢谢 我们这胃口大开 刚吃了这么多 还是没吃饱饱 然后又两两个小鸡菜包 因为我让它给切成两半了 所以说我们一共四个人 然后每人一小块 乌尔图是葡萄牙的第二大城市 这个城市也是欧洲综合性价比最高的城市 波尔图的老城区在1996年就被归于世界遗产 波尔图不光有美丽的风景 它的人文风情也是排在欧洲名列前茅的 再加上葡萄牙是西欧消费最低的国家 难怪游客们都想把它列入欧洲的假期之中 波尔图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城市 在波尔图最著名的还是波特酒 但在当地人看来 他们会不厌其烦的告诉你 除了波特酒 还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波尔图主教堂是最古老的古迹之一 和葡萄牙最重要的罗马式建筑之一 主教堂建于1110年前后 完成于13世纪 在教堂前可以居高临下 眺望世界文化遗产波图旧城区和独罗河 这里是波尔图的一个城市的全景 这挺漂亮的 可以看到牧师塔 然后整个砖红色的房顶 特别特别漂亮 武汉整个葡萄牙波尔图的一个老城 现在看见了有些那个破克拉拉 或者有些残垣断臂的感觉 但是不可否认 这曾经的它中世纪的时候的那时候的美和那种辉煌 依然是显露的无异 葡萄牙是海上大国 当年比西北牙还强盛 真的能看出来它当时的那种整个在历史17时候的那种的震撼 当时的它的国力的昌盛 在葡萄牙最出名的就是阿兹勒赫瓷砖了 这个词来源于阿拉伯单词 以词为精美抛光的小石头 这是有着各种颜色的彩绘瓷砖 不过在葡萄牙蓝白色是最常见的 在八世纪摩尔人统治伊比利亚半岛时 将这种非洲和中东的艺术风格带给了西班牙 葡萄牙国王又通过访问西班牙城市 把这个概念带回了葡萄牙 热情奔放的西班牙喜欢色彩缤纷的瓷砖 而沉浸内敛的葡萄牙倾向于素色的蓝白瓷砖 那车是特别普遍的一个小车 然后你可以包这个车在葡萄图整个城市里 很多朋友跟我说 葡萄图是他心中欧洲最美的城市 当时我觉得太过浮夸 只不过有条河和铁桥这样的风景在欧洲比比皆是 来过才发现 葡萄图最迷人之处不在于壮阔的山水和世纪遗产 而是他散发出老的灵魂与新的气息 只要你留心观察 就能感受到这曾经不可一世的海拳霸主 在没落后仍蕴藏着独特的美感 另一种平时和浪漫 这间消息姿势基于地球 数字幕并不在于地球 美感 大约 嗯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波尔夫的他的那种美啊 并不是那种给你眼前光顾的那种震撼的美 反而是那种好像禁忌的那种啊 沉淀的美 他好像真的有一个文化的历史开始 是吧你是不是有点醉了 我觉得好像波尔夫这个城市到此都充满了酒香的味道 毕竟它是一个像法国波尔夫这样的 是一个产酒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城市 所以它有这个海河 然后它可以把非常轻松的把酒运出到大西洋 运到各个国家 所以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教堂真的非常的震撼啊 天主教教堂真的是非常的华丽啊震撼 哇哦是吧 非常非常的震撼 非常非常美 非常漂亮非常美 这种流利的这种瓷砖的壁画是充斥在整个教堂当中啊 远远远 对 花的 太漂亮了 而且它这种特别像中国的青花瓷你不觉得吗 进出海洋的葡萄牙尤其对蓝白色的瓷砖情有独钟 然后这里特别像青花瓷的那种就是你知道吗 陶瓷而且它都是瓷砖子 你看它是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拼接而成的瓷砖 对 而且它是立体的3D的一个画法 对 非常美好 这些都要追溯到上百年的历史啊 嗯 你看小天使一对小天使看到吗好看啊 画的这个造诣可以的 表情都很凝重的你就不觉得吗 对 非常的美非常的震撼 当你们厌倦了城市的喧嚣 等你们到欧洲来度假的时候 不妨来波尔图 感受这一份古老城市带给你们的那种宁静和相和 为什么瓷砖是蓝白色的呢 原来蓝白色调的瓷砖灵感来自于中国的青花瓷 自欧洲开始与亚洲建立贸易以来 欧洲人就对高雅和精美的中国瓷器相当着迷 在当时欧洲要制造青花瓷非常困难 因为它使用的是当时欧洲不存在的成分 所以极度的稀有和奢侈 也因此被视为财富的象征 17世纪 荷兰人开始使用与中国瓷器相同的蓝白色调制造瓷砖 为了和荷兰人竞争 葡萄牙制造商自行研发 聘请知名画家创造属于自己的瓷砖 来装饰葡萄牙的建筑 两小堂真的挺漂亮的 在波尔图的比较高的位置 也是波尔图最古老的建筑 真的是值得以来三欧元 非常值得 登上当地最著名的铁桥 这是路易斯伊式大桥 是福尔图最著名的景点了 这个大桥是1881年当时开工的 也是当时的世界第一的一个大桥 特别古老的一个古后一座邦铁桥 而且现在至今还在铺那个铁桂 而且当时这个桥是为了经营业 入一次伊式而修建的 当时的葡萄牙的国王 你看这边有好多座桥看到吗 它这个杜罗河上面有一个叫六桥之旅 你可以坐小船在这上面浏览六桥 在杜罗河上 真的是太美了 然后这条河连接的这边呢就是连接大西洋 所以它是一个海河非常美 这边是葡萄牙的新城 就是沃尔图的新城这边老城 这座桥正好连接了新老两城 哇塞 虽然这边的房子有些破旧 但这些小曲儿真挺嗨的 你说的特别葡萄牙的感觉 仿佛在哪些油画当中体现出来这样的景色 特别的美 是在山石上建的 沃尔图是一个典型的小山城 记得来的时候穿旅游鞋哦 我们现在在海鲜餐厅里 然后这家店特别赞 等我吃完了给大家评评一下 然后把地址放在底下 你们可以参考 然后今天我们点的头盘 是这个小贝壳 葡萄牙的这种炒的小贝壳 葡萄牙的这种炒的小贝壳 炒过的我炒一个 我炒一个 来吃点柠檬 来点柠檬 尝一下哈 这个一直我是特别坚信一种方式 就是说在吃热海鲜这一块 西果的菜绝对是非常的赞 极品 要加热 真的不一样 开动了开动 开动 这个馅是他这独有的 不是面包馅 一定要炒一炒 我需要空间 因为另一个也很大 还有一个 另一个 所以你明白 这个我会放在那里 然后我帮其他 其实我们真的 很享受今天这个 尤其是这个东西 叫鬼角 它长得很 赛生蚝 说比生蚝还鲜 然后这个锣 说是大西洋里面特有的一种锣 然后非常非常好吃的一种锣 一般地儿都吃不到 像我们瑞士都找不到这种锣 你看都是汁 好像这个 看着就很好吃 好像这种 好像这种锣 曾经在东南亚应该有很多 是吧 你看那个 东南亚没有 这是冷水的锣 你看这旁边是他当地最有名的蟹膏 的 这个 如果你对普世海鲜感兴趣 那这家餐厅我是非常推荐的 而且性价比超高 它是像鱼 是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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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中国好是不是也有这种锣 类似于这种 应该是有 咱们国家地大物国 什么东西都有的 而且它是调过料的 所以它完全有咸在味 对 就是 刚才那个人说的感觉像 特别像那个 就是蜗牛的感觉 大家猜猜 这一顿 花费是多少 海陆公大餐啊 就全寒了 然后连上那个 红白葡萄酒 酒如饭堡 趁着还没有夕阳西下 我们再去看看美丽的杜罗河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